大家好,我是王狗 那我今天挑戰的是 撞劍鬼的三種方法 但是這一次比較特別 這三種方法 我要一次連續進行 大概會不會大幅提升 撞劍鬼的紀律 OK,部落說 我現在來跟你們介紹這三種方法 第一種,我們要先做的是 胸口貼地 據說把衣服脫掉 胸口貼地 就可以讓體內的八卦失靈 大幅提升撞劍亡靈的紀律 然後我們第一種做完 要馬上進行第二種 就是鼠階梯 鼠階梯就是從一樓走到二樓 但是走在第四階跟第七階的時候 各要回頭一次 接著就走上二樓 然後走到二樓之後 再回頭往一樓看 據說這個時候 你就會在一樓看到 有一個女鬼跟你對望 那我們進行完這第二種之後 接著要進行最後一種 選擇一個下雨天 然後躲在一個牆角 把撕泥土放在你的頭上 然後往容易有交通事故的地方看 據說你會看到一些不該看的東西 那我的廢話不多說 趕快開始進行吧 GO 好 然後安復那時候 毛髮胸口貼在地板 我會朝一樓 我會朝一樓 找到你 我會朝一樓 等一下 如果我愛吃 法國人 拿來 看看 我們馬上去鎖間梯 好髒喔 接著我們馬上去鎖間梯 對我把上面的燈打開了 因為我剛剛發現我好像找不到 OK GO 1 3 2 4 4 5 2 7 7 4 5 5 6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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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就只有風變大而已 就只有風變大而已 好像都沒有東西欸 我不是三種方法都用了嗎 我覺得還是我們走過去看看 都沒有東西 那我們往回去路上看看有沒有東西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會不會拍到什麼好了 畢竟停車還蠻硬的 我們找一個點蹲一下好了 OK那我們這邊等待一下 看會不會拍到什麼東西好了 OK好吧看來是什麼都沒有拍到 那我們等下就後續感言的時候講吧 大家好又是我們後續感言的時間啦 今天真的是應援際會 因為我今天本來不是要拍這個主題 但是剛剛外面下雨 所以我也是改變拍這個主題 那很可惜呢 好像真的沒有遇到什麼事 也沒有拍到什麼東西 我覺得頭好髒 我想要趕快洗澡 那你們在問的Q&A 我今天在統計人 因為有3000多則 請你們期待一下 3000多個挑戰 我都會做 無一無例外 然後bilibili上面的網友 我有看你們的留言 謝謝你們的支持啊 當然還有謝謝你們YouTuber上面的觀眾的支持 OK 真的有點不舒服 如果喜歡YouT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的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網工 我們下次見 拜拜